醫護人員被稱為是白衣天使 但是墨西哥卻有一家醫院的醫護人員 涉嫌販賣新生嬰兒 他們對產婦謊稱說 小孩夭折 居然把嬰兒就轉手賣給別人 有一名母親自立救濟進行調查 也揭發這群黑心醫護人員的罪行 再來關心的是 2008年其實台日雙邊貿易總額高達640億美金 而在禮拜五有一場 台日中小企業貿易論壇的會議 台日雙方學者專家就兩岸關係變化 調整台日之間的雙贏合作展望未來 歷經金融海嘯和日本政黨輪替新局等 國際因素的牽動之下 台日之間在工商貿易和各項交流活動 在此刻更加獲得重視 而在週五的台日中小企業貿易論壇中 與會的學者專家更從兩岸關係的變化 來展望台日經貿的合作商機 並且探討台日技術合作的未來趨勢 日本向來都是我們台灣最主要的技術跟投資的來源國 在貿易方面去年台日雙邊的貿易總額超過了640億美金 日本是我們台灣第二大的貿易夥伴 而我們是日本的第四大貿易夥伴 今年是台日特別夥伴關係的促進年 因此在兩岸關係漸缺和緩之下 為了積極參與兩岸未來發展的商機 也決定比照美歐商會每年定期提出對台白皮書 向台灣政府提出了政策建言 在現有的基礎上面 如何能夠進一步的開創台日雙方產業界 都能夠互盟其力的雙贏合作模式 就是今天我們大家共同探討的科目 因此透過這一場台日中小企業論壇 也讓彼此的合作和產業交流更加落實 今天新聞張耀宇王志遠特報道